这个春节恐怕是很多人人生当中 最特殊的一次春节了 不串门也不聚餐 那就是因为现在是武汉肺炎疫情的扩散期 大家是不敢掉以轻心 那么网络就成为了一天当中 最不可或缺的元素了 确实 我们看到2003年抗击非典的时候 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还不到十年 很多基础设施还不完善 互联网应用还处在初期阶段 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 根据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2003年6月30号 在中国上网计算机的总数2572万台 上网用户总数是6800万 互联网普及率仅占5.3% 在上网目的方面46.9%的网民是为了获取信息 那还有28.6%是为了休闲娱乐了 看一下今年的数字 在今年的这个抗击新型肺炎疫情的时候 中国的互联网环境是已经发生了 乘数级的质变 CNNIC的报告就显示说 截至到2019年6月 中国网民规模是达到了8.54亿 互联网普及率是达到了61.2% 其中手机网民的规模达到了8.47亿 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到了99.1% 那么其中这个即时通信 搜索引擎 还有这个网络新闻网络视频等等都占据了超过80%的网民使用率 可以说跟非典的时候来相比 这次战役是完全意义上的一个互联网时代的应对和迟缓行动 确实我们再看回非典后的17年间 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完善 互联网家是正在让各行各业持续的升级 便捷和效率是成为了网民最深受的一个感知 同时互联网企业这几年对于下沉市场的持续渗透 也是让网络服务得以是触达国内乡村基层的末梢 那么是透过了观察和分析互联网公司在战役中的表现 有人发现了这届互联网人的不一样 以此能带来更多的对互联网行业在角色和未来发展方面的一些思考 有哪些思考呢 其一就是这个互联网行业所展现的一个规模实力 已经是成为了重大公共事件当中重要一级 有能力并且也是有责任要去担当 与17年前的这个非典时期不同 中国已经是建成了全世界领先的基于互联网的社会基础设施 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其实已经是深入到了中国的乡村基层的毛细血管当中 所以这个多年的积累 其实在疫情爆发的时候 这种最关键的时刻就发挥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效运转能力 那除了直接提供更加快速的互联网信息服务之外 像电商和到家服务也有了基础设施的意义 成为了相当一部分人赖以生存的工具 其二是在抗疫持缘的广度和速度上 互联网企业也是成为了新的表率 互联网所倡导的用户思维 让互联网人对于外界的变化是会变得极度的敏感 当公共事件发生的时候 会迅速思考能做些什么 以及怎么来做 并且是高效的贯彻之行 就比如说这个1月20号 当国家卫健委是召开高级别专家组发布会之后 互联网行业就开始了一场应对新型肺炎疫情的全方位行动 社会和民间的支援也是从互联网开始 从最基本的物资保障到交通物流运输以及公益救助 那么从这些表现来看 互联网企业根据所在行业和领域 是默契地形成了一个应对疫情持缘易去的闭环 那么这一点对于习惯互联网生活的网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确实 其三我们看到互联网是成为了信息公开透明的基础 在信息传递指摇破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CNNIC的报告 在2003年用户获得有关非典信息的来源当中 55.6%是来自国内的中文网站 27.4%来自电视、报纸、杂志是占据了9.9% 另外还有2.9%是来自于同学、朋友、亲人之间的交流 而在这一次的新型肺炎疫情当中 微信、微博以及新闻客户端等等 是成为了网民最常获取信息的来源 就比如说这个丁湘元 我想这段时间可能大家很多人会用这个 每天都在抓 是的 比如说他这个1月21号丁湘元就迅速的推出了一个 疫情实时动态以及即时更新 那么在这个相关的数据和信息 截止到28号的18时 该网页是累积是超过了6.6亿人次浏览 今日头条紧急上线抗击肺炎频道 24小时更新 那么维护频道内容、更新频率以秒及计 那么这个聚合疫情重要信息和科学防疫知识 那么抖音也是上线了一个抗击肺炎疫情专题页面 搜索肺炎等相关的关键词 就可以进入到以这种短视频的形式来传递信息了 所以众所周知我们看到在重大事件当中 最怕的就是传谣 那从而会引发更多不明真相人群的恐慌 而破除谣言方面的腾讯新闻是比较较真了 它有一个较真的平台上线 那么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实时辟谣专题 可以透过微信搜一搜肺炎辟谣 查实肺炎消息的真伪 而根据百度指数对相关谣言的数据显示 这一次疫情中谣言的破除速度 是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不少谣言的存活时间是只有一天左右 那比起扩散谣言 人们是更倾向于寻找更加具体的方法 来应对这次疫情 相比于传统媒体 互联网这种社交化的媒体 能够让大家积极参与讨论 也更能够明辨真相 谢谢大家喜闻乐见 那么随着这个社交化网络的发展 以及网民主体地位的确定 互联网是承载的信息资源 已经是远远超过了传统媒体 而且这个传播速度是相当的快 所以这个互联网是逐渐 从传统媒体的舆论放大器 现在是发展成为了舆论引导者 那么在应对疫情中 除了是直接正面战场之外 另外一个信息战是发挥了 更加这个互联网的价值 那么再说到第四点 这个互联网和科技公司 在技术上的创新 就比如说大数据 AI以及云计算等 也是更快更灵活的 应用在了抗击疫情的过程当中 就比如说像百度和腾讯 他们都是上线了医院热点地图 其中百度地图涵盖了全国 200多个重点城市的 发热门诊信息 直接搜索发热门诊 就可以得到相关的搜索结果 也可以直接搜索指定的医疗机构 看是否设置了24小时的发热门诊 而向平安郝医生 则是开通了新型肺炎问诊专区 由呼吸科的专家 针对该疾病来进行 24小时的一个疑问答疑 通过三问三答的线上咨询预防机制 来判定疑似病例 告知应对措施 避免延误病情 另外还有AI测温一样的 智慧体温疫情监控测量预警系统 既安全可靠 也是减少了监测人员的感染风险 又解决了传统体温测量的人工成本大 检测的效率低 预警响应慢 系统分析弱 全面是掌握难等等这些弊端 那么这些大数据 以及新技术的运用 能够对疫情的发展 进行一个前瞻和预判 也能最大程度的来避免 因为物理接触所带来的感染 也是极大的节省了 人力和物力方面的投入 第五点 重大事件当中互联网自身 也将会迎来新的升级和蜕变 春节人们减少外出情况之下 互联网娱乐 视频网站 游戏 都是不可或缺地诞生了很多新的模式 比如说像九妈 她跟字节跳动的合作 这种免费的模式 一方面对于传统影视行业产生了冲击 另外一方面 互联网企业的边界也在弱化 业务也是更加趋向于融合 与此同时 在一二线城市生活的互联网人 因为春节假期的延长 也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将更多的互联网应用 带到三四线等更多的下沉市场 相信这也会让更多的互联网应用和服务脱颖而出 好的 那么时间关系 这一节的财经世界就先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节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